OK啊 那么上面这个呢 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其中的一种状态保持方案 叫做Cookey啊 那么上面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还有一种状态保持的方案 这种状态保持的方案呢 它叫做Session啊 Session的话 它跟Cookey最本质的区别啊 Session呢 保存在这个服务器端啊 我们的Cookey呢 是保存在浏览器端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什么是这个Session啊 那么这个Session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啊 你呢 就是你啊 你去办这个 你去办这个健身的卡啊 你去办这个健身卡 对吧 你去办健身卡 那么你办完之后呢 别人呢 给了你一个 你的信息呢 都存在这个健身卡里面 对吧 就你的啊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都保存在这个卡里面啊 保存在这个卡里面啊 其实呢 就保存在这个 保存在人家的电脑里面啊 你的信息都保存在这个电脑里面啊 保存在这个 电脑中 电脑中 然后呢 你办完卡之后呢 他给了你一个卡号啊 给你一个卡号啊 给你一个卡号对吧 给你一个卡号 那么下一次 你再来的时候啊 你只需要把这个卡号呢 OK啊 就你去办健身卡 那么你的 你的信息呢 都放在这个 别人那个健身那边呢 他的电脑里面 那么办完之后呢 他会给你一个卡号 下一次你来的时候 你把你的卡号带过来 我就可以从我的电脑里面 找到你的信息啊 这个东西呢 他就是 Session啊 我们说你的信息呢 就是Session 这个电脑 健身那边的电脑呢 就是这个 服务器啊 就这个服务器啊 那么给你的这个卡号是什么 他呢 给你的这个卡号呢 其实是一个 Cookie啊 其实是一个Cookie 这个Cookie呢 叫做Session ID啊 SessionID 好 那么你先知道这个东西啊 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画一个图 给大家画一个图啊 还是啊 还是我们这边 这边呢 还是这个你 他就代表这个 浏览器 那么 好 这边呢 健身的这个聚在部呢 他就是这个服务器啊 你在这边 这边是你的 浏览器 好 那么 然后呢 这边 他对应着有一个服务器 好 那么 首先 你呢 去办健身卡 其实呢 就是你去访问这个服务器啊 还是呢 你去访问这个服务器 那么 然后首先 你在这边 你去访问了这个服务器 我们把这个稍微小一点吧 把这个往这边拉一点啊 好 就是 首先啊 第一步 你还是呢 你去访问这个服务器 你去办这个卡 好 访问网站啊 还是我们的访问这个网站 那么 访问网站的时候呢 这边 他在处理完成之后啊 他可以呢 给你设置一个 session信息啊 保存起来 那么 他这边呢 你来办卡 他就进行一个处理 进行 处理 进行处理之后呢 他要保存你的信息 他这边呢 就需要呢 去设置一个 session啊 设置session 信息啊 session信息 好 那么 这个设置 session信息呢 你比如说啊 我要设置 session信息 我们就简单写一下 我要记录你的这个名字 还有你的这个年龄 那么这个怎么做啊 我们就需要呢 有这么一个 东西啊 去保存我们的这个 信息 那么 这个三生基金 我们说它保存在伏极端 其实它默认保存在哪啊 它保存在一个表里面啊 然后你 比如这边啊 我们在这边呢 画一 在这里呢 来这么一张表啊 来这么一张表 这个有点小啊 把它拿一下 好 那么 这个表呢 它里面有这么几个字段 我们给大家画一下 好 然后呢 这里面再来一书吧 好 好 那么 比如说我要记录你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那我就在我这表里面呢 去做一个记录啊 然后 这边 我就在这里面啊 在这里面 我们现在要保存信息了 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要记录你的这个用户名 比如说你这个优的内幕叫什么 我就在这里面 以建制对的方式 去记录你这个用户名叫什么 比如说你叫他 对吧 然后呢 再往下呢 是你这个年龄 对吧 年龄的话 比如说这个18啊 然后在这边 我们就记录你的用户名和年龄 然后这个年龄 记录完这个东西之后呢 这些东西保存在哪里呢 就是保存在我们这个表里面啊 这个表里面 我们把它 我把它换个行吧 小一点 我们直接 好 这个你就知道啊 对吧 你知道啊 这个呢 我们就把你的信息 用户名密码的 就保存在这个表里面 那么保存完之后呢 你注意啊 这边呢 应该有一个 对吧 你对应着我这个表的 哪一行数据 哪一行数据啊 我这边表里面呢 就应该有一个主件 这个主件呢 就相当于给你的一个卡号啊 给你一个卡号 那么 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这个表里面 它的名 它的件名叫做 它叫做SessionK啊 它叫做SessionK 那么你注意啊 它叫做SessionK 好 那么这边呢 保存的这个数据呢 它叫做SessionData SessionData 好 那么 然后 我既然保存完你的数据之后呢 我的表这边呢 应该有一个主件 对吧 这个主件呢 就唯一标识这一行数据啊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唯一的标识码啊 就是唯一标识码 好 那么 这个唯一的标识码呢 首先就你保存完信息之后啊 我在这边 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是信息过来之后 我要把这个信息呢 我要把它保存 设置Session信息呢 其实呢 就是把这个信息呢 保存在这个表里面啊 保存在这个表里面 那么这个表呢 在我们将购框架里面 它叫做什么呢 它叫做 它的名字啊 叫做Jungle Session啊 Jungle Session 这张表 它就会把它绑在这个表里面啊 那么 保存完之后呢 保存完你的信息之后 就有了一个唯一的标识码 那么这个唯一的标识码呢 哎 将购框架呢 就会根据你这个唯一的标识码 设置一个Cookie啊 注意 在这边保存完之后 哎 这边还有一步啊 就在这里面 设置完之后 设置完之后啊 哎 这边呢 它呢 就会去设置一个Cookie啊 哎 设置一个 服务器这边 将购框架啊 设置一个 哎 设置一个啊 哎 Cookie 哎 这个Cookie呢 它的名字呢 叫做Session ID啊 Session ID 你注意它啊 这个Session ID的值是什么呢 值呢 就是你这个唯一的标识码啊 注意 这是将购框架来做的啊 它设置一个Cookie 哎 这个Cookie呢 就叫做Session ID 哎 设置唯一的标识码 然后设置完之后呢 它呢 最终给你返回这个数据的时候 对吧 它给你返回的时候 哎 它就会把这个Cookie呢 交给你来 保存啊 哎 这里面 好 哎 这里面 设置完之后 我给你返回应答 返回应答的时候呢 哎 我就让你保存这个 Session ID这个Cookie啊 哎 反回 哎 这个应答啊 反回 应答 那么 反回应答的时候呢 哎 它就会让这个浏览器的吧 哎 让浏览器啊 哎 保存 保存啊 保存啊 这个 Session ID Session ID啊 对应的值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唯一标识码啊 唯一标识码啊 OK 那么这这一块啊 OK啊 那么 浏览器呢 它呢 保存的这个唯一标识 它呢 哎 它在收到这个 哎 应答之后啊 它呢 在它的这边 它就会去保存这个唯一的标识码 对吧 哎 保存的其实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Session ID ID啊 然后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唯一标识码 OK啊 哎 它这边就会把它保存起来 好 那么 下一次呢 它再去访问你的网站的时候 我们说啊 下一次 哎 它再去访问你的网站的时候 哎 我们说 哎 Cookie呢 是不是自动就被带过来了 对吧 那么啊 哎 注意在这边再次去访问网站的时候 我们说啊 哎 再访问网站的 在 哎 访问网站的时候 那么Session ID呢 就会被带过来 好 你带过来之后 那么在我服务器这边进行处理的时候 哎 我就是 是不是我就可以呢 获取这个Session ID 是吧 哎 获取Session ID啊 获取Session ID 然后 有了这个Session ID 它的值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表里面拿出你 我给你保存的信息是什么 对吧 哎 根据啊 根据Session啊 根据Session ID 它的值 啊 它的值啊 它的值 那么取出 对应的Session信息啊 取出 取出啊 对应的啊 Session 信息 OK啊 那么 在这里面你要注意啊 我们说呢 它就有这么几个过程啊 就是你去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啊 你去办卡 那么它呢 在这边给你设置信息 设置完之后呢 这个信息呢 在我们将购里面呢 它是保存在一个表里面 叫做将购Session啊 这个将购Session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Session key 和有这么一个Session data Session data里面呢 就是我保存的跟你相关的信息 那么这个Session key呢 就是这个唯一的一个标识码 也就是这个表里面的一个主件 对吧 那么最终 有了这个标识码之后 将购框架呢 会设置一个cookie 这个cookie呢 叫做Session ID 然后这个Session ID呢 就会交给你的浏览器呢 来保存 浏览器呢 它再次去访问这个网站的时候 这个Session ID呢 就会被带过来 对吧 带过来之后 那么将购框架呢 就根据这个Session ID 去表里面呢 把值取出来啊 把这个Session data取出来 但是这个取的过程 你注意啊 不需要我们去取 将购呢 就帮你取出来了 它取出来之后 它把它保存在哪里 你注意啊 它取出来之后 它把它保存在request 这个对象的Session 属性中啊 你直接从这个属性里面 你就可以取出你相应的值 OK啊 这是它 这是它啊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这个Session它的一个过程 Session它的一个过程 那么 然后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看Session的一个特点 对吧 存储在浮济端 默认呢 存储在一个叫做 Jungle Session的表里面 然后它的一个特点 它呢 是以建制队进行存储的 然后第二个特点呢 它呢 依赖于Cookie啊 为什么它依赖于Cookie 是因为它唯一的标识码 是不是保存在这个 浏览器端 保存在Session ID里面 对吧 假如说你浏览器啊 你浏览器 你现在 你直接把你在 你在你这边 你直接设置把它清除 清除之后 你这个Session ID还有没有 对吧 你没有你再过来的时候 你的信息是不是就找不到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说啊 它呢 Session呢 其实依赖于Cookie的啊 依赖于 那么 这里面就是唯一的啊 标识码 那么 保存在啊 保存在 这个 Session ID 这个Cookie中啊 Cookie中 好 所以说它依赖于它啊 OK 这是它的特点啊 然后像它下面 这个过期时间 我们一会再看啊 好 你知道它之后 好 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说 要怎么呢 去设置 Session和读取Session啊 那么 这一块的话 设置Session呢 和读取Session啊 我们说 读取Session呢 是通过Request.Session啊 那么设置的话 也是通过Request.Session啊 注意 这里面啊 设置我们的Session 那么它呢 是通过Request.Session啊 那么 获取Session呢 也是通过Request.Session啊 Request.Session呢 它呢 就类似于字典 你比如说你要设置一个值 对吧 我就可以呢 直接写上一个 直接写上一个U的 U的Name啊 U的Name 然后呢 等于一个值 对吧 比如说等于它 这个呢 就要设置Session 对吧 比如说我要取出 这个Session的值呢 我就Request.Session 然后呢 中括号写上一个 U的Name啊 好 这叫取值啊 设置值都是它 那么 你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下面就给大家 写个例子啊 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视图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定义两个 定义两个啊 在这边来两个啊 第一个 Define叫做Session Session Session 那么 它的作用呢 我们就让它设置一个Session 设置 比如说我叫设置Session 设置Session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设置Session的话 就通过Request.Session 然后呢 写上一个叫做 比如说我就写一个U的Name 对吧 U的Name呢 它就叫做 Smart啊 然后我就设置一个它 好 然后呢 我再设置一个啊 我写上一个Request.Session 我年龄 我写上一个 二加等于这个18 对吧 然后啊 最后的话 我们返回一个 哎 应答啊 Return一个 RTTP Response 直接写上一个 设置 就写上一个啊 设置 Session OK啊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 然后呢 我们再写一个仕图啊 这个仕图呢 叫做 GetSession啊 GetSession 好 写上一个Request啊 然后 他呢 就是获取 Session 对吧 获取我们Session啊 OK 那么 现在呢 你比如说 我要获取他俩 对吧 获取用名 我就直接写上啊 U的Name 它就等于我们的 Request.Session 然后呢 中国号来直接写上一个 U的Name啊 然后再往下这个 二姐啊 等于Request.Session 直接写上一个啊 二姐啊 OK 然后呢 我们把这俩值呢 给大家显示一下 直接Return RTTPResponse 直接写上一个 U的Name啊 然后呢 加上啊 比如说就加上吧 加上这个二姐啊 但是你要注意这个二姐啊 我们说 他呢 跟我们的酷黑不同的啊 酷黑的 你不管你保存什么值进去啊 你取出来都是字符算 但是Session不一样啊 你保存进去的是字符算 取出来就是字符算 保存进去的是数字 取出来就是数字啊 所以这里面 如果要跟他进行相加的话 你需要把这个 二姐呢 给他转一下啊 就防止出错啊 OK 那么这是我们这两个啊 然后呢 我们要给大家设置一下地址 我这个就叫做SET Session啊 SET我们的Session 好 下面这个呢 就叫做GET Session啊 GET Session 好 那么这个写完之后呢 我们下面就给大家配置一下这个地址啊 找到我们这边 那么然后呢 在这边写个UIL 啊 上前后呢 叫做SET Session 到了啊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 VS.SET Session 好 这里面他呢 就是设置 Session啊 设置我们的Session OK 那么再往下UIL啊 叫做SET GET Session 好 到了啊 对应的就是VS.GET Session啊 然后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啊 获取 Session啊 获取Session 好 那么现在呢 这两个地址呢 我们都配置好了 对吧 都配置好了 下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 演示之前呢 我们刚刚给大家说 你保存的Session呢 最终默认是保存在一个叫做Jungle Session的表里面 对吧 这个表在哪 我给大家找一下啊 我先给大家找到这张表 找到这个 进入我们的BJ18这个数据库啊 这个我们就直接在这边退出了啊 MySQL啊 I-U ROOT I-P 然后呢 写上一个MySQL 然后I useBJ18 那么 上 Tables啊 然后你看到最后一个表啊 我们说这个表呢 是我们 Jungle 它需要的一些表 对吧 这个表呢 就用于保存我们的Session 信息 那么它呢 就是Jungle Session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Select啊 Select啊 Shin From我们的Jungle Session啊 好 回事 那么这里面呢 现在我已经保存了一些内容啊 这里面你看到SessionK 对吧 SessionData 还有它的一个AppleRate AppleRateData 就是它的一个过期的实践啊 那么 然后呢 我把这些数据先给它清掉 我们不用它了啊 我们重新给大家看一下 Delete From我们的Jungle Session 对吧 清掉啊 然后我在这边一查 是不是空的了 好 下面啊 我们开始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要保存了 保存之前呢 我们就先把这个啊 先把这个保存的这些信息呢 都给它清掉啊 好看一点啊 直接清除 清除之后呢 点清除啊 然后呢 我们打开 好 打开之后啊 右键检查 找到Network啊 然后呢 我们开始呢 访问 这个叫做Session Session对吧 Session啊 Session OK 好 回事 那么这里面告诉你 设置Session对吧 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点开它 点开它 看到它给你返回回来的 Cookie里面 是不是有个叫Session ID的 对吧 这就是我给大家说的啊 哎 它呢 就是我们在这边说的 这个Session ID啊 它就对应着你 它的值就跟你这个表里面 这个唯一的标识码呢 是一样的啊 是一样的啊 那么这边设置完之后呢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表里面有没有内容 然后在这边啊 Select 再去查一下啊 OK 看不看得有内容了 然后我们给大家拿开啊 首先看这个Session Key啊 你看这个值是不是 哎 先看前几个啊 Wave ZF1 对吧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Session ID的值 看到没有 哎 它俩呢 是一样的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啊 这个唯一的标识码 就跟这个Session ID Qui的值呢 是一模一样的啊 然后我所说的这个数据呢 就保存在这个Session Data里面 对吧 现在你看一下这个东西啊 你看一下这个东西 哎 它呢 是一串的这个东西啊 那么它呢 其实呢 把它呢 经过了编码啊 哎 你这些数据呢 都在这个 其实都在这个里面 这数据都在这个里面啊 只不过呢 是经过了Base64编码啊 那么这个呢 你可以 我们可以把它给大家解码一下啊 直接右键 然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 打开一个网站 哎 直接送一个Base64解码 然后呢 点开 点开之后呢 把这个对应的值给它拿过来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点击这里面粘贴 对吧 粘贴之后呢 我点击这里面解码 哎 看一下啊 看一下后面 看到没有 有点内蒙 Smart 对吧 哎 这就是我给大家画的这个图啊 就最终你的数据呢 跟你这个浏览器相关的数据 就保存在这个Session Data里面 它就有一个唯一的标识码 对吧 哎 这是我们所说的设置啊 那我们下面呢 我们就再获取一下 哎 找到这里面 找到 再来一个get session啊 直接127.0.0.0.1 然后呢 写上一个就叫get session啊 哎 get session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还是呢 右键检查 哎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network 然后我在这里面直接呢 敲回车的时候 OK 这里面是不是 smart18 对吧 那么这个获取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说 点开之后 看到请求的时候 Session ID是不是被发回去了 对吧 其实呢 就我们图上这个过程啊 你在访问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哎 这个session ID呢 就被发过来了 session ID发过来之后呢 将个框架呢 就会根据这个session ID 从这个表里面呢 把这些信息呢 给他找出来啊 那你注意这样 他怎么去从 根据session ID 从表里面 把这条数据找出来的过程 不需要呢 你去关心啊 将个框架帮你做的啊 他把它拿出来之后 你想取的话 你就通过request点session 这个属性来取 就行了啊 就行了啊 OK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就是取的话 我就从session里面 把这U的name拿出来 把这个ID拿出来 然后呢 给他做一个显示啊 OK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session的一个 基本操作啊 基本操作 然后啊 我们要给大家看的呢 就是session呢 你看到啊 它也是我们request对象的一个属性啊 然后我们要给大家看的 就是我们session的一个 它的一个时间的 过期时间的一个设置啊 过期时间的一个设置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先给大家说这个吧 先给大家说这个 session它的一些方法啊 它的一些方法 那么它的获取呢 我们说就可以通过request.session 对吧 中国号 进行一个设置值 或者是取值 那么取的话 你也可以用 直接用点get呢 进行一个取值啊 你也可以直接点get 你也可以中国号对吧 点get的时候呢 你可以设置这个 默认值 然后再往下啊 删除session怎么删除啊 清除所有的session 那么这个呢 request.session.clear啊 可以进行删除 这个删除在这上面写的是 存储中删除值的部分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注意 这里面删的时候啊 我们给大家看这个 B464线嘛 这里面所说的值的部分 是哪一部分呢 是 这一部分啊 你注意这一部分啊 就是把这一部分删掉 但是 但是这个表里面 这行 这行数据呢 它还在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我在这里面 我们现在呢 我在这边 我随便找一个地方 把它删一下啊 然后比如我就在这边删吧 直接是request啊 request 再写一个行数吧 i defy啊 叫它clear session 写上一个request啊 request ok 它的最后呢 叫清除session 清除我们的 assession 信息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request啊 request.session 点 clear ok啊 那么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return一个 ipresource 我直接写上一个啊 删除 清除ok 清除ok 好 那么清除成功啊 ok吧 好 那么这个地址呢 我们在这边简单 配置一下啊 clear session 好 这是它啊 url 那么啊 上见过啊 它叫做清除session 直接呢 是我们的views.clear session啊 它呢 就是叫做我们的清除session 好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给大家清除一下啊 例如我在这里面 我要访问这个地址啊 我要清除了 我直接呢 就是itp 直接输入这个clear session 对吧 这个加下滑线了吗 加了啊 clear 直接写上一个 session 好 好 回上 那么这里面清除成功 对吧 清除成功之后呢 然后呢 你去看我们这个表里面数据啊 查一下 查一下啊 你能发现这个表的数据 是不是变了 这行数据是不是还在 但这个session data 是不是变了 解码一下啊 看它里面 看它里面啊 直接 复制 然后呢 找到我们这里面啊 把这个关闭 重新拿过来之后 你注意一下 这里面数据的变化 点击解码 里面还有没有内容 对吧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啊 request.session.clear 它呢是在存储中 删除值的部分 就是你解码之后 中过号里面的那一部分啊 然后再往下呢 这个这里面还有个 request.session.flash 它呢是删除 整条数据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直接呢 你注意啊 直接你这个表的数据呢 都给你删掉啊 哎 这一行都没有了 那么这个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我在这边 现在呢我在这里面 哎 clear.session里面 我再写一下一个啊 我们不用它了 对吧 我们直接用这个request.session.flash flash啊 OK 那么然后呢 我们再访问一下这个东西 我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还是呢 哎 回车一下对吧 回车一下之后呢 我们再查一下啊 好看一下 还有没有 对吧 哎 这就是这个 clear和flash的一个区别 然后呢 哎 你比如说你要 你要删除 你session里面 可不可以保存多个值 对吧 你要删除某一个 你就直接使用我们的 dlrequest.session.flash 根据一个键对吧 就把这一个给它删掉啊 这个我就不再演示了啊 然后再往下呢 在我们这里面 设置session的一个过期 时间啊 设置会挂的超时时间 那你注意啊 这个session呢 可以使用这个seta Aprilary这个方法呢 跟上一个value啊 去设置一个过期时间 那你注意这个设置过期时间 是设置谁的啊 它是设置这个sessionID 这个cookie的啊 那么然后呢 我们到这边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sessionID这个cookie 它默认的过期时间是多少 你要注意一下啊 我重新呢 去设置一下这个 哎 seta session对吧 seta session 我已经把它删了啊 seta session 那么在这里面 右键 检查 找到 Network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直接一回车 好 点开它 哎 看到sessionID 多长时间 这是它的默认啊 你注意啊 默认设置一个session的时候 这个sessionID的过期时间呢 是两周 我们呢 可以通过啊 这个request.session的 这个方法 设置sessionID的过期时间 这里面有这么几个啊 value的如果是一个整数 绘画呢 将在多少秒之后呢 进行 就sessionID 哎 多少秒之后呢 就会过期啊 如果呢 这个value是零的话 你关闭浏览器之后 这个sessionID呢 它就过期啊 如果value你不传的话 对吧 默认是两周之后 过期啊 其实你不传 就相当于使用它的 不默认值啊 默认值 OK 那么这边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设置一下 你比如我在这边 我们设置的时候 我就在后面啊 直接request.session.set 比如说我设置它 10秒之后过期 对吧 我设置一个 10 设置一个10啊 少一点吧 5秒啊 好 然后啊 我们在这边 设置5秒 这个过期 我在这边设置这个 session啊 点开 看这边是5秒 看到没有 看5秒啊 然后比如说5秒之后 我去get一下这个东西啊 get一下这个东西 get它 好 然后呢 回事 是不是跟你报错了 对吧 你session ID都没有了 你肯定拿不到这个 信息啊 拿不到这个信息 OK啊 这里面是set vperate 然后还有一个呢 这个下面这个 我就不再演示了 就是你如果是零的话 你只要浏览器 关你这个session ID呢 它就 没了啊 它就没了 OK 那么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session 它的一个基本的 操作啊 基本操作 好 好 谢谢大家